中華亞運全級代表隊 在今年亞運重頭戲 即將到來的情況下 到了世界各地進行為期 一個月的遺地訓練 和國外選手教練切除交流 也讓本屆唯一目標 奪金的全級女王林玉婷 只喊收穫良多 去做訓練 所以我們就抓到這個時機點 那我們就想說也過去 跟著他們去做一個交流去交手 他們當地新科世界冠軍 來跟我們去做一個陪練訓練 所以其實我們算相當幸運的 那個世界冠軍他打完 他的腳步很靈活 打完就是移動 或是說打完 他就是防守很好 閃躲或是距離 其實他的特點就是技術 有技術 有速度 有距離 對 這其實對於我們在拳擊比賽當中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幾個元素 那他能夠做成這樣 那我就會希望說 我就會思考 我有沒有辦法做得跟他一樣 那如果有辦法的話 那是不是我在我的比賽當中 就可以有更好的優勢這樣 至於男子拳擊的部分 本屆單綱六十三點五公斤級別的賴祖恩 透過烏茲別克的遺地訓練 也同樣收穫到了寶貴課題 那就是在更積極搶功的時候 更要冷靜面對場上局勢 這次去剛開始的時候 節奏是當然更不上 對 但是後來節奏慢慢調整之後 有進入到狀況裡面 見證得越來越好 因為他們的打法都比較強勢 所以最近學的東西 也都比較強勢一點 就是在打法上 也是比較急一點 然後距離也沒有掌握到很好 然後就是因為後面可能有些疲勞了 所以那個反應 就是有點招不太鬧 我覺得現在的狀況都是在 比賽的狀況內 對 然後就是按照這個步調 然後希望狀況也可以再更好 對 可以把一些細節的東西 就是在掌握得更清楚一點 對 為期一個月的遺地訓練 回國後繼續進行對內測試賽 維持競賽強度 除了實際調整比賽內容以外 也要看過世界全集水準的兩位 亞運重點奪牌選手 更有決心突破極限 我來提供他採訪報道